各位老師 各位師兄師姐大家好 我是住在南港 然後在三月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在南港運動 然後就遇到有一位師姐 運輸師姐她在發傳單 那平常我都會去拿傳單的人 我太太都不拿傳單 但是那天很特別 我太太居然接受了一個 長方形的傳單 上面寫著長生學 那我們家都對健康很有概念 所以馬上居然就跟玉書師姐交談起來 然後馬上就加Line 然後才知道說五月有一個這樣的聚集 我們就滿心期待 然後過程中我和我太太就去新莊站 還有中校站還有復興站 這三個假日的時候去復興站 然後就去接受 那我就覺得是非常感動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團體 然後她願意這樣子無私的 在我們夫妻兩個身上 然後就花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心裡就想說 以後我也要這樣幫助人 那總算來到五月八號 然後我以前有一個問題 我是當老師 那最近這三年戴口罩 那老師就會產生一種氣不順的狀況 那每半年都會去檢查 但是檢查都沒有檢查什麼結果 但是就是有氣吸不上來 然後我就把這個問題 就告訴師兄師姐 然後在這兩天參加完之後 我第一天參加完之後 我就想說只是這樣開了穴 然後都沒有講到什麼特別 我想說他們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怎麼樣幫人家治療 是不是魏老師沒有講出一些心裡的口訣 結果第二天魏老師才講 完全心裡希望把自己的心沈澱下來 沒有要想什麼 我原來一步一步就解答了 但是昨天到早上今天 我很久以前沒有發生過氣吸不上來的情形 今天早上整個早上居然氣吸不上來 就是氣只能吸一半 這我以前斷斷續續會發生 那我想說我怎麼做了長生學 這樣已經來開穴兩次了 我今天整天都吸不上氣 然後學生的事也很忙 下課時間都要處理學生的問題 那我也沒有來不及這樣做 然後到了剛剛來到會場 我開完第三次的穴之後 然後我就去排隊 然後遇到一位洋師姐 他就幫我 我就告訴他我的情形 然後他就幫我從我的腎臟這邊 舒適 然後呢 就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胸口 立即的 立即的我從後面 就感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感覺 然後經過了這樣的短暫的時間 五到十分鐘 我的氣居然完全的順暢 所以我心裡非常的感動 我想說剛剛師姐說有沒有人要出來見證 我在第三天我就立即得到了這樣的呼吸的順暢 我非常謝謝惠老師 為我們開這樣的課 能夠我們剛剛說有這樣的福報 也謝謝為我們治療的每一位師兄師姐 謝謝各位